跟各位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那我在第一次给各位的资料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新制图档 各位有空可以去翻开来看 那接下来 我要进入今天的重点 要给各位练习的部分 上次呢 我们讲完了那个社会常见理论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一个图来带各位进入今天的重点 社会常见理论的后摄监控应用 这个答案都给各位 各位都不用炒笔记 上次我们已经有给各位讲了这十大社会理论 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我们简单的快速带过一下 因为今天太多第一次第一次来的老师 蝴蝶效应就是一刚开始的小事件 后面就会变成很大的事情 然后四位法则 然后四位法则就两个很厉害的人 两个很厉害的人 我们要放在一个组织里面 他们慢慢会找到彼此最适合的距离 然后该做什么事 不该怎么不该做什么事 怎么样合作 他们会找到那个 合适的方式 那羊群效应就是一群羊里面 当大家都没什么意见的时候 这时候只要有一只羊往哪边走 大家就会跟着往那边走 所以你就就是在 在一群没有意见的人里面 如果有人特别喜欢讲话 那那个人讲的话 就会变成意见领袖 大家就会跟着往那个方向去想 这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那青蛙现象就是温水煮青蛙 所以如果你要推事情的时候 不要一次全部就啪会吓死人 对不对 所以慢慢来一次给一点一次给一点 好那蝴蝶效应呢 就是保持团队活力的方法 就是常常丢一些 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工人员的团体 那或者是一个同性质的人的团体 那你偶尔就要丢一个老师进去 去搅乱一池春水 大家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想法之类的 然后鳄语法则呢 当你被很可怕的事情缠上去的时候呢 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牺牲一条腿 那你至少还可以全身 虽然不能全身而退 那至少你给保住你的命 留的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如果你还要跟他死缠烂打 最后你可能会连命都赔上去 对不对 那牧桶理论呢 就是牧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 那个牧桶里面最短的那根木板 所以如果你一件事情要做的好 你就要把那个最难做的那个事情把它给搞定 班级经营里面学生要带的好 你就要把最难搞的那个学生给搞定 你整个班级经营就会很棒 那手表里手表定律就是一个团体里面只能有一个标准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标准 有三只手表 那这一只晚个两秒 那一只快个三秒 这一只慢个一分钟 那你就不知道现在到底真正的时间是什么 所以一个团体里面 规则只能有一个 方向只能有一个 准则只能有一个 就不会乱 那破窗理论就是 一个窗户如果被打破了 然后这个地方你不去维护它 很快的那周边的窗户都会被打破 就是那个丢热车效应 所以小地方是很重要的 要马上处理这样 那二八理论就是八十二十法则 所以我会习惯把那个 百分之八 你顾好百分之八十的科目 其实只要百分之二十的力气 所以我考试也是考到百分 考到八十分我就满足了 因为你从八十分要考到一百分 很困难 你要花进八成的力气 才能够从八十分 补满那二十分到一百分 与其这样 我不如把那个 百分之八十的力气节省下来 我去补其他百分之八十的科目 所以类似这样的方式 然后 我们把很快的把这十个理论给复习了一下 可是今天重点不是在了解 上次讲到理解跟记忆 对不对 那这一次这一次的重点是这样 各位注意了 刚刚还在打瞌睡的 现在可以醒来 这一次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就是我们要教各位后社认知 新制度可以结合各种理论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的执行者 你可以结合pdca plan do check adjust 那如果你是做规划做企划 你可以结合5wh对不对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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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why what when 这些东西 你去做规划 计划或者是分析 你就可以把事情很完整的给分析好 计划好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结合的各位的重点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后社认知这一件事 结合到新制度里面 那你的这一生 甚至你教的学生就可以获得人生的翻转 所以今天的重点是这一个 那后社认知的最简单的层次就是 脑袋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框架 好 那所以最简单的层次就是 你脑袋始终有一个框架去看事情 那比较高的层次是 你可以找出那个框架 好 你如果可以找出那个框架呢 你的后社认知的能力就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顶级的 顶级的老师 那如果你只是初级 你的框架就是别人给你的 好 那所以现在我先给各位这个框架 我们先做初级的部分 好 那你说要培养后社认知 到底要怎么培养后社认知 我先额外话先提一下 我上次给一个自我成长 回到刚刚这个部分 你想一想 好 你就 你就用 假的 你就想象就好 想象 各位应该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 时间大师 好 那个 那个 马佛系列的 好 那个时间大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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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法师 在训练那个时间大师的时候 不是在他的眉心上 打了一下 然后那个 那个很帅的那个英国 那个明星叫什么去了 他就 古一法师 对 古一法师就 不是在他 头上按了一下 然后他的灵魂就跑到他的身体后面 然后他就很惊讶的看着自己的肉身 跟古一法师在互动 对不对 好 各位 你就想象这件事就好 齐一博士 对 齐一博士 你就想象你能够做到这件事 所以当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这件事情 好 我 去想你整个学习过程 然后哪边架构是可以抓出来的 哪边的步骤重点是可以抓出来的 你就可以做到抽象化 把这些东西抽象化变成新制图 或变成步骤 变成你的这个教学的卷宗 行政的卷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好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一题 回到这个练习上面 各位 我们上次讲到蝴蝶效应 那我们原理都知道了 原理都知道 一般的人 你在做读书会的时候 或者是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候 他就知道原理了 那知道原理之后 他就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他只做低阶的理解记忆 低阶理解记忆 然后考试考完就不记了 就忘记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与众不同 你就必须做后面的高层次思考 那各位知道后面高层次的思考 就是应用分析 评估 创造 好 那所以呢 你就要把那个后设认知拿出来 我每次在做学习的时候 不管我去看书 看杂志 我去听Podcast 我去看新制图里面 我去看那个课本 上课的学习 或是我自己去看那个YouTube 听人家的那个读书心得分享之类的 每次的学习完之后 如果你算是很认真的 你至少你都会记一些重点 对不对 可是记完重点 通常一般人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你就不会去想后续 可是重点就是这个后续 那我今天要给各位的后续就是说 当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你学完一个原理之后 或者你去外面听了任何事情 包括生活上经历的事情 甚至你去看一场电影 你去吃个豆花 你看到人家做了什么事 都可以加后面这个部分 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脑袋里面有一个监控的东西 那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我在教学上面可以怎么用 我在行政上面可以怎么用 我在日常与人相处 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怎么用 各位 我今天把这几个重点应用 把它用落铁磕在你的脑袋里面 所以各位老师以后你遇到任何事 甚至是召会 听老师、听校长报告 讲了任何事情 生活上遇到任何事情 请你的脑袋监控机制出来 这个事情我在教学上 可以怎么去用它 可以怎么改善我的教学 生活里面有哪些现象是属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在行政上面可以怎么用 请你去想这些事情 如果你有做这个练习 保证你日后可以翻转 你会成为那个super教师里面的super教师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的脑袋种下这个苗子 把这个东西镶在你的脑袋 所以以后你要去 以后你只要遇到任何事 你的脑袋里面把这三个事情拿出来想 你就会有了高层次思考 然后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后设的能力 你就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监控能力 当你有了这个监控能力之后 你就会去思考说日常生活有哪些现象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你就跟生活有了连结 这个就是素养化的能力 那有了连结之后 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用 怎么利用这些原理 那你就会有了创造力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新课纲里面的 最重要的那些核心跟重点 那这些当然也可以训练学生 好那所以呢 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想象跟 跟你的那个监控的能力之后呢 好你对蝴蝶蝶下来 你可能就会想说 好比如说 那像那个数学有结构的东西 好那所以我的初始概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那初始概念一定要再三的确认 小朋友一定要会 好以免他产生迷失概念 那个迷失概念日后是会扩大错误 扩大错误犯错的机会 所以你在初学尤其是新的概念 一定要再三确认那个基础 它是很稳固的 好那之后就不容易犯错 好所以如果是针对重要的基础的 第一次的概念的学习 我都会去做出简单清晰的步骤 然后要求学生把这简单清晰的步骤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好这是在教学上面的应用对不对 你就会去想到这件事 那还有比如说你在班级经营的时候啊 那个同学的伙伴关系 好比如说刚开始如果 如果这两个人你就会发现 一开始就会有口角 或者是两个会相处不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就是磁场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你就不要在任何分组上面 尽量去错开 那除非你有特别要去经营 你再把它放在一起 不然就尽量错开 只要错开上课就会很顺 也避免其他客人老师的困扰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发现有小小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之后的影响 那你在那个最前面那个小事就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小吵架就要 一刚开始就要处理 以免造成心结越来越大 那这个学生还好 那家长更恐怕 更可怕 所以家长如果之前因为学生产生一些小隔阂 你一开始就要去化解家长的隔阂 让他为了我们教学 为了学生 他是共同目标 为了共同目标 我们要相亲相爱一起努力 对不对 所以你在教学上 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会想出一些应用 包括像行政上 小细节 你就要特别的去注意 甚至这小细节有可能会决定成败 比如说你安排一个活动的时候 那什么叫小细节 你要问有经验的人 什么是小细节 比如说你邀请的人 邀请了长官 你没有经验的人 就是只要是长官我都邀请 对不对 但是你问一下有经验的人 他会跟你讲说 那个派系要注意 如果你邀请了谁 就不能邀请谁 因为如果你邀请两个人一起来 两个人就会 就会互相 就是有一些成见 他就会想 那个A议员已经来了 那你这个就不需要我协助了 你就会 弄坏了跟B议员的关系 那B议员也会看到 A议员有 B议员有来 那我就不用协助你了 那B议员去搞就好了 那你就拿不到相对应的协助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奇怪的 你会有遇到的东西 你就可以应用在这边 日常生活里面就会想 原来那个谣言 有没有 谣言其实就是 那个蝴蝶效应 所以人言可畏 那个传到后来 都会越来越不像话 本来可能只是 没有问题 或者是只是讲话的面向不一样 或者是很小的问题 可是传到后来 都变成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家都会加油添醋 那所以 这种东西就不要去亲自 不要去亲信 那一定要亲自求证 所以当你有了 你的脑袋里面 有了这些监控的机制之外 你就会发现 哇 你对这个蝴蝶效应 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他可以跟你的生活做结合 而且可以用在你的所有的教学 行政 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 这些东西你都明白清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变宽广 变了宽广之后 你最后就是要去执行 要按照这些原理原则去执行 所以你跟一般人的不同 如果你要跟他们不同 你就是要做到后面这些事情 好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好 那接下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了 要继续了 好 那 接下来是 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再提醒一下各位 初阶的部分 你就是把那个 要常常提醒你脑袋里面 要思考的那些关键的面向 就要时常的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你就去想象 跟我的工作 跟我的教学 可以怎样的发酵 跟我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是可以连结的 哪些是属于这样的现象的 当你连 当你很清楚明白知道 哪些现象是属于这种原理之后 其实你对这个原理的了解 才会更深入 就是小故事 大道理 都是相通的 那当你通了这些核心的原理 道理之后呢 你再去想象它的创造力 想象它的应用 还能用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后面的应用跟创造 那唯有这样的 你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今天上完了 今天的这个部分 很多老师的人生 你的教学 会慢慢的开始会不一样 那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老师 把这些 这个方法可以教给学生 当他在学习的时候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有哪些事情是要在他脑袋里面 种下那个 那个茅 茅点 要考虑的事情 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学习的方法之后 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我再讲一个 我孩子的例子 我孩子学画画 我的大女儿 他以前都上那个绘画班 那会要班一开始都是上树苗 然后再上水彩之类的 那有一阵子呢 其实他中年级有一阵子 他就卡住了 老师也发现说 那个画室的老师就跟我说 他好像卡住了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 女儿自己也觉得 那个奇怪 好像就怎么画 好像都不会进步 那也不知道卡在哪里 那所以 那时候呢 因为我那时候在道香国小 那我们学校常有办那个 帮县里面办那个绘图比赛 好 那绘图比赛呢 我 我们主办嘛 所以 我会跟那个评审 因为我也负责评审组的工作 我就跟评审聊天说 你们看那个画画比赛啊 你们评审的观点 会注重的点是在哪里 好 那就有一个评审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就是看几个点 好 就是比如说 他的构图 他的构图是 他的构图怎么样 就代表你对这个构图的一个想法 然后会看他的色彩 好 根据色彩 我就能知道他的 小朋友的心理的想法 他的 甚至他的生活的背景是乐观的 还是富有想象力的 他平常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所以就会勾勒出几个关键的 的重点 那我就把这个关键的重点跟我女儿说 好 其实评审老师 在看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注重的就是这几个重点 所以你呢 在画你自己作品的时候 你脑袋就要去时常去想到 我自己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的构图 会不OK 我的色彩 是不是OK的 我的线条 能不能表现我的想法 所以当他的脑袋里面有这几个关键点去锚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骗大家 我女儿从那时候开始 涂飞猛进 涂飞猛进 他在画室里面 从那个一般般 然后卡住的学员 然后变成他是画室里面前面两位画图非常的棒的学生 然后那个老师也跟我分享 老师跟我分享 说他奇怪 从那一阵子之后突然涂飞猛进 然后他是属于那种概念派的 他不是画的很细致 但他的图适合远远的看 会看得到他的意境 所以我女儿从那时候就开始 做这样的转变 那其实 跟这个后色认知 跟我给他脑袋的这个锚定的效果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后来他也上 那个花女的花花班 后来也是那个什么 繁星计划就直接上 台义大 就到板桥去读书了 所以每次我去看我女儿的作品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就就有那个意境在那边 就跟别人就不太一样 就他已经会有自己的想法去注重这些事情 而且不需要人家提醒 他可以自己提醒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拥有了 当你有了后色认知之后 你就会拥有自学的自治的能力 自学的自治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呢 那天啊 词曲转发博物资源